而南韓爭取到了 美国莫德纳疫苗的代工 在野党就怒吼 因为反观台湾 说台美的关系 号称是史上最好 萊州都吞了 而晶片也给了 天价的军购都买了 保护费都交了 但为什么 美国一株的疫苗 都没有给呢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则是炮轰蔡政府 一心就只想要等国产疫苗 有人趁机炒股 狂赚上百亿元 韩国三星取得美国莫德纳 药厂代工合约 反观台湾号称台美关系 史上最好美国疫苗 却连影子都看不到 美国要求进来 我们也进了 然后美国要求 又先给晶片 我们也给了 该交的保护费也交了 要求真正可以保护 我们的好的疫苗 这个不为过 卑躬其需 陌生于此 建议换指挥官 再不换指挥官 台湾会沦陷的 莫德纳就是百分百的 美国疫苗 买不到代工不到 难道还能赖给大陆 网友心酸狂轰 人家上外太空 我们继续杀猪公 韩国现在有BNT 也有莫德纳 国产还在二级收尾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更质疑 国产疫苗没有第三期实验 还想印在7月上路 难道高层想炒股 我觉得他根本也不想买 他一直在等我们自己国产 国产疫苗 今天有人传资讯给我 已经那些人赚了100亿了 因为股票涨了10倍以上了 100亿啊 多爽啊 对不对 这就是发国难财啊 5月底还没有结果 你蔡英文怎么可以讲 7月大家都可以打呢 你这不是有炒股之嫌吗 林骤炎讲了嘛 三期一个人要花 2万美金做 3万人就6亿美金 BNT啊 什么NOVAX啊 都是笨蛋 他就花那么多钱做 我们就聪明 我们就可以不必花钱做 这不奇怪吗 台湾和韩国同为半导体生产大国 台湾还夺吞了美国莱猪 但如今韩国却成了台湾 最讽刺的对照主 综合报